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又到了禮拜天晚上 我們影響力頻道 師娘的眼中人生大事的時間 今天師娘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什麼樣的主題內容呢 我想要來跟大家談一談 關於臨終時我們的駐念儀式 有一個關於腳尾飯、腳尾經 跟腳尾燈這個習俗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電影 或是有一些某些情節 例如說 父後七日裡面 他就有一段情節 就是關於那個少女 跪在地上燒腳尾錢的這個儀式 那這個儀式呢 就是在剛臨終的時候 如果說王者是放在家中駐念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個燒腳尾錢的儀式 那現在呢 因為受限家裡的場地 或是殯儀館場地 尤其是北部 腳尾錢可能比較少燒 因為殯儀館的場地是不允許 那一般燒腳尾錢的儀式 是什麼進行呢 一般呢腳尾錢呢 就會放一個大大的那個鐵桶 然後就是放在地上 那腳尾錢呢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燒法 就是說 它不像我們平常 一般燒金紙的時候 就是折的就丟到紙錢桶裡面去燒 它就是會折成一個像這樣立體的形狀 然後它必須一張接著一張 然後把它疊著環繞起來 然後慢慢燒 然後當它燒一圈的時候 快要燒到的時候 燒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再繼續從後面接下來 為什麼腳尾錢它必須這樣子 一張一張慢慢燒呢 他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我們這個腳尾錢燒得太快的話 那王者呢可能要費盡力氣來追跑 才能夠收得到這一個燒給他的這個腳尾錢 所以呢我們必須一張一張慢慢燒 那這個腳尾錢呢 在習俗上的意義就是說 這個錢是燒給王者 讓他能夠在通往陰間的路上呢 可以做打通關啊 或是說 有什麼身上需要用到花錢的地方的時候 讓他做使用的 那所以這是關於腳尾錢 那如果說 我們有一些看到一些場景 可能不陌生說 會有一個腳尾飯 什麼是腳尾飯呢 腳尾飯呢 就是我們會用一個碗 然後上面把飯堆得滿滿的 尖尖的 甜的尖尖的 然後上面呢 就會插了一個鴨蛋 跟一雙筷子 那它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腳尾飯就是說 要讓王者能夠吃飽飯 可以好上路 然後他才能夠有力氣 可以通往陰間的道路 所以要讓他吃飽 那上面的那個鴨蛋的習俗有一些說法 為什麼是放鴨蛋 因為以前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如果人往生了 就是到蘇州去賣鴨蛋了 所以說呢 鴨蛋的第一個說法是這個 那另外還有一個民間習俗的說法 就是說 這個放腳尾飯的時候就會跟王者說 你要等鴨蛋孵出小鴨之後 你才可以再回來 那這個就是告訴王者是說 你要死的這條心 你是不可能再回來了 就不要再留戀人世間了 因為煮熟的鴨蛋 是不可能孵出小鴨來的 那另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腳尾燈的習俗 就是說它是要讓王者可以照亮通往的陰間的道路 讓他不至於找不到路 所以會另外點腳尾燈 那目前呢 我們一般的通俗的習俗做法就是說 我們通常就是在王者的旁邊念腳尾經 做靈終祝念誦經祈福的儀式 但是有一些比較傳統的道教習俗做法 他們會做開魂錄的儀式 就是來幫他做靈終腳尾的 讓他一路好走的這個刻意 那不過現在因為受限場地的關係 我們現在比較少做這樣一次 我們通常就是只有在王者的身邊幫他做註念 然後就是腳尾伴腳尾前 然後最多就是腳尾燈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關於腳尾的習俗 就到這邊 那歡迎持續鎖定我們影響力頻道 師娘的眼中人生大事喔 掰掰 掰掰